第六百九十二节 秦元忽然笑了 他牵过妻子的手 小声的说 孩子当然不能死 我的身份是沃国人 你这也是 所以我们活不成了 但是 长田先生的身份可是唐人 咱们的孩子 一会儿会被长田先生接走 起一个唐人的名字 继续活着 你听 长田先生已经来了 一个长须飘飘的瘦男子 敲开了秦元家的大门 一声不发的 就把两个年幼的孩子 抱在怀里走了出去 秦元夫妇站在大门里 看着马车远去 又牵着手 回到了厅堂里 秦元夫妇把死亡当成去赋宴 陈九却在黑暗里 瞪大了眼睛看着天空 不能再靠近了 这里已经是自己 能够接近的极限了 岭南水师的巡逻舟 准时的一个时辰一趟 从自己的前方划过 几乎分秒不畅 今天的天空上被阴云笼罩的死死的 等到涨潮的时候 就是自己出动的时候 最精锐的海盗都在自己的身后 作为对岭南水师的最后一击 成九心中很有把握 卢成庆为饮酒已经伴罪 美人如玉 虽然不是高山阳子 浮在自己的怀里 但是这个酷潇高山阳子的女人 却已经要将美酒 灌入自己的口中 怎可过付美人恩呢 卢成庆不但接住了 那个小小的酒杯 连美人的鹰唇 一起都用大嘴接纳了 呼出一口气 卢成庆将嘴里小小的酒杯 喷了出去 指着高山阳子说 夫人啊 卢成庆确实痴心一片 为何您总是堂搜我呢 高山阳子娇笑道 自过一来都是男人父亲 我等女子只能一来顺受 得到的就不值钱 这个道理阳子还是知道的 迄今为止 您的诚意都不过是说说罢了 难道大将军以为 阳子乃是无知的女人 您的两句甜言蜜语 就能让我自见枕席不成 卢成庆的酒意 似乎在一刹那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 推开怀里的秀美 亲自从一个锁着的箱子里 拿出了一个谭香木的盒子 推到了高山阳子面前道 这就是我的诚意 其间还有长安城里贵人的保证 不知道这样的诚意够不够啊 如果是珍宝就算了 杨子虽然只是一个窝人 但是珍宝也见过几样 还不会被一点奇珍所迷惑 您说呢 大将军 卢成庆坐直了身子指着盒子 严肃的说 这就是给你的保证 里面是京城七个人家的令台 有了它 你就能够接手这七家在岭南的所有人手和生意渠道 这是我们仔细商量之后 在我的大力推动下达成的一致意见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七家在岭南的大掌柜 仍然可以带着船队在海外纵横 只不过规模必须消减 绝对不能超过五千人 我们计算过 有这五千人足够你在海外折腾了 另外 海峡只对你们开放这一次 绝对不会再有下次 以后你若有难 我可以准许你推荐海峡休整 但是绝对不能够越过海峡一步 这是我们的底线 夫人必须接受 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如果夫人在钱财方面有要求的话 我们还能继续商量 总体的原则绝对不能更改 而且你的人日后可以去高丽 倭国或者鸡弥州居住 我们会给你安排的 一定会是终生富贵 唐国本土不许进入 这是为何 难道我们不是在为大唐效力 怎么连居住在大唐的权利都没有啊 高山杨子勃然色变 质问卢成庆 哈哈 夫人想多了 您还没有资格为大唐效力 您是在为我们欺加效力 我们得到钱财 你得到保护 或许夫人还不明白 为了能把在下安插到 岭南水师统领这个位置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云野有多难缠 您是有数的 我们付出了一个兵部尚书的职位 才能救您于水火之中 难道夫人就不该投逃报礼吗 救我于水火之中 高山杨子咬着牙 一字一句的问 卢成庆摇着头 又从箱子里拿出一张军事布置图 扔给高山杨子道 好好看看 这是云野剿灭海盗的兵力布置图 你再看看执行的日期 你以为你躲在海外就能安然无恙吗 高山杨子看着手里的图 哀叹一声 扑扑在地向卢成庆拜谢 如果云野的布置能够实行 自己的势力会被立刻摧毁的七零八落 想要重新崛起 只有从头再来的份 卢成庆亲自扶起高山杨子 一只手非常自然的搭在了高山杨子的腰上 两个指头弹了一下 他的贴身侍卫就全部退了下去 高山杨子也挥挥手 除了秀美 剩下的侍女也攻身告退 待船舱里只剩下自己三人的时候 卢成庆长笑一声 一把抱起了高山杨子准备灯榻 这一刻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秀美轻声的对卢成庆说 公主殿下还是厨子之身 还请大将军联系 哈哈哈哈 这是自然 卢某不是一个拉手摧花之人 自然体贴 不过对你就用不着了吧 啊 哈哈哈哈 卢成庆抱着高山杨子 直奔那个松软的床塔 秀美娇笑着解开了重重帷幕 将内舱和外舱隔成了两个世界 波斯的地毯昂贵的熏香 柔软的大糖毛绒料子 铺满了床塔 一对金杯放置在床头 这里本是一个优惠续思情的好地方 如今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秀美在卢成庆将高山杨子抱到床上 肆意密连的时候 就把一根足足有半尺长的细针 刺进了卢成庆的后颈 而后卢成庆就像是一截木头一样 倒在了地上 高山杨子帮着秀美将卢成庆抬到床上 就示意秀美可以给外面的欢奴发讯号了 秀美将自己的衣领扯得更大一些 露出了半个乳房 就端着房间里的一个漆盆走了出去 见到卢成庆的护卫就小声的说 大将军不许任何人在今晚打扰他 又对公主带来的那些侍女说 公主今晚不回去了 分分你们回去留下欢奴就好 甲板上的护卫和高山杨子的侍女 都留下一个明白的眼神 就离开了舱门 秀美接过护卫端过来的清水 打开舱门又走了进去 翻着眼睛 白了一眼那个想要往里面瞄一眼的护卫 重重的关上舱门 卢成庆的胸膛起伏得厉害 眼睛几乎要裂开了 但是他的身体却丝毫动弹不得 高山杨子趴在他的头顶 玩味的看着愤怒的卢成庆 笑着说 你没有和我做交易的资格 如果是云叶那个冤家 我说不定就接受了 但是你 卢成庆 你配合我做交易吗 云叶是个小人 这一点我非常的肯定 但是啊 你是一个伪君子 在大海上一切都会变得真实 不管是小人和君子 都有生存之道 大海唯独不接受虚伪 我高山杨子乃是日出之国的皇女 高高离之地的皇后 尊贵无匹 云叶用她的智慧和狠毒获得了我的尊敬 你算什么 一只野狗也要对一只凤凰狂吠吗 你不要露出这种万事好商量的神情 没得商量 我要的你给不了 云叶就是因为清楚自己给不了我想要的 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毁灭我 陆地上再也没有比你们大唐更加强大的国家了 因此 所有人都不愿意和你们做邻居 都想跑得远远的 我们都知道 和大唐做邻居 不管你表现得多么公顺 都难逃命国之塞 我想做大海上的女皇 卢大将军 您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自从云叶第一次抢劫了我 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强者拥有一切 弱者一无所有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的武士们正在悄悄地下水 他们用嘴里的刀子 腰里挂着绳钩 身上背着火油瓶子 正在慢慢地往你的战舰上爬 你听 你的部下没有发现 听说岭南水师的军纪很严明 刚才饮宴的时候 我听到了西灯号 大家都很听话地去睡觉了 只有你 我的大将军 还在饮宴 如果不是你们唐国入侵 我这个时候 就会是高丽的皇后 坐在美丽的花园里 欣赏着最美丽的景致 听最动人的歌谣 而不是待在 咸色的大海上 和一些臭红红的男人在一起 每到月圆的时候 还要脱衣服给他们观看 所以啊 是唐国欠我的 你先要还一些利息 高山杨子说话的时候 手上并没有闲着 一把小小的手插子 不断地在卢成庆的身上 画来画去 他不在乎 搁到哪里 只是信手思维 这才让整个过程 显得无比的恐怖 秀美竖起了耳朵 听外面的动静 当船舱门传来 一众两轻的敲门声 秀美才打开船舱 浑身湿淋淋的欢奴 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是来时的那两个 而是足足三十几个人 公主 整艘船 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船上的唐人 已经全部杀掉了 鬼种问 是不是现在就点火 高山阳子推开闲窗 看看外面黑漆漆的天空 侧耳听听大海的叹息 已经开始涨潮了 肯定地点点头下令道 就是此刻 毁掉所有的船只 杀掉所有的人 一只火箭窜上了天空 那些被分派到 舰船上的海盗 毫不犹疑地 打开自己的竹筒 倒干净了那些难喝的液体 拔出里面的塞子 火油顿时 就被均匀地 扑洒在 堆积在一起的船帆上 一只火把扔了上去 火焰顿时就腾空而起 同时燃烧的 不是一艘两艘 而是上百艘 那些放了火的海盗 将舱门 拿缆绳拴住 而后 便纵身跳进了大海 还有很多船上 已经发生了 极为激烈的战斗 穿着睡衣 仓促应战的副将 死命地要求部下 向主帅的舰船靠近 无奈 被蜂拥而至的海盗船拖住 寸步不得前进 最让他肝胆欲裂的就是 那艘船 缓缓地移动了 上面传来的灯火讯号 居然是原地固守带员 副将的横刀 在海盗群中闪烁 不论他杀了多少海盗 也不论他杀死了谁 他的心中都是死灰一片 他根本就不想防守 一心只想战死 或许战死了 自己的父母家人 才不会受到牵连 正在巡夜的吴里斯玛 忽然发现 海港里火光冲天 眼前一黑 差点栽进大海 烧鱼镇定 就疯狂地催促战舰往回 今天大家都活不成了 只有将这些该死的海盗 碎尸万段之后 自己才有脸去死 锁死的舱门 很快就被斧头劈开 船长第一个钻住舱门 就看见船帆 已经在大火中逐渐萎缩 最后变成了一块 黑黑的焦炭 岭南水石的船帆里 夹杂了大量的丝绸 预热就会收缩 打开所有舱门 见到海盗 格杀勿乱 秦元也看到了通天的火光 笑了一下 就端起酒杯 和花枝招展的夫人碰了一下 而后就回到寝室 相拥而眠 泉州的官府带着火龙队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码头 迎接他的事 密密麻麻的弩剑 一瞬间 泉州别架就已经被射成了刺猬 他到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大唐的战舰会向他发射弩剑呢 还在匆匆赶路的云野 也看到了泉州方向火红的天空 仿佛整个泉州都在熊熊燃烧 这一幕 云野太熟悉了 自己在攻击三山谱的时候见过 自己攻击碑沙城的时候也见过 现在大火烧到了自己的头上了 泉州不必去了 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 如果岭南水师自己打不退那些海盗 活该他们被消灭 我们去海港外面堵截海盗 这一次我要让他们下到地狱里 都记得我愤怒的样子 成久的运气很差 他在疯狂的向泉州开进的时候 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挡在了出海口上 借着明灭不定的火光 他终于想起挡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东西了 惨叫了一声 大地号 这是一个圈套 这是云野要杀我们的圈套 他的舰队星散开来 但是不论他们往哪里逃 都会有一道火光追上他们 而后整艘船就会爆裂开来 那道火光飞得异常精准 几乎每一道都扎在船弦上 又一艘船爆裂开之后呢 成久跳上了一艘小小的萌冲 绕开大地号 死命的往海港里钻 大地号在这里 整个突袭已经不可能完成了 现在该想的是如何逃命 必须通知公主 这是成久唯一的信念 高山杨子也在厮杀 他美丽的长裙已经不见了 换上了一套青色的金装 两柄长刀 被他使唤的寒光硕硕 这个女人居然也是一个高手 轻盈的身段在人群里翻飞 每到一处地方 总有岭南水师的将士被砍杀 身手不够强 这原本就是岭南水师最大的弱点 云野无奈才配备了主要专门负责 搏杀的陆战队 可惜被卢成庆 干净彻底的清除了舰队 现在人数居多的岭南水师 居然被海盗杀得节节败退 高山杨子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觉得快意飞长 轻轻的跃上另一艘战舰 手里的长刀飞了出去 将一个酣战的水手 定死在了船席上 快走两步 脚尖一勾 那把长刀再一次回到手上 让过一名负伤的海盗 长刀从肋下穿过 刺进了另外一名水手的小腹 抬腿踹走了弯腰的水手 再一刀水手的头颅就凌空飞了起来 鬼种大声的喊了一声好 就怪叫着向新的敌人杀了过去 此时打仗已经没有任何章法了 只能如同野兽一般互相撕扰 高山杨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就在刚才他攀上桂杆 查看战场情形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海港外围 总有岭南水师的援兵涌进来 而成九的攻击舰队 却不见踪影 难道成九在这个时候叛变了不成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立刻就被他打消了 如果成九背叛自己 自己绝对没有机会 将杖打成现在这个地步 既然成九没有背叛 那只能说明海港外面发生了变故 迅速的衡量了一下形势 高山杨子这就要发布全员向港口突击的命令 劈头散发的成九冲了过来 拖着高山杨子就上了自己的小船 并且死命的摇奖 恐怖的大地号已经吓破了他的胆子 他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带着高山杨子走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高山杨子重重的一记耳光 抽在了成九的脸上 这才将他从混沌中打醒 说出了什么事 你的部下呢 为何不带着舰队向港口冲击呀 公主 快走 大地号来了 就在海港外面 这里是陷阱 成九嘴里雪墨子横飞 还是清楚的 向高山杨子讲清楚了自己 见到的情形 高山杨子看着火光熊熊的海港 笑了起来 他清楚的知道 云叶来了 他不再和成九纠缠 抓着缆绳快速的爬上了一艘战舰 朝着鬼种 下命令道 烧毁舰船 向全球突击 打烂仗 一个海盗能对付两个官兵 当官兵从最初的混乱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战争就逐渐变得有利于他们了 船长 校尉 都在努力的集结人手 他们先是清扫出一艘船 接着就开始清扫第二艘 当高山杨子脚踏到石地上的时候 海港里的战斗已经成一面倒的形式 红着眼睛的官兵对已经战死的海盗都不会放广 直到头颅被砍下来才罢休 成九闭上了眼睛 如果自己的舰队能在最有利的时候突进海港 这个时候溃散的只会是岭南水师 海面上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号角声 官兵们清楚自己的援兵到了 厮杀的更加的起劲 而海盗周瑜开始大溃败 卢成庆的待遇很好 躺在一个担架上被两个海盗抬着走 虽然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扔到垃圾堆的破布娃娃 但是不断闭合的眼睛说明 这个时候他依然坚强的活着 泉州是一个大城 一千府兵重点的防御对象就是海港 四使在得知别价遇刺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请府兵出击 所谓的府兵就是战时为兵 无战事就为农 泉州上一次遭遇战事 还是百年前的事情 大唐建国的时候战火都没有波及到泉州 当时四使非常的明智 只在城头变换了大王旗 就让彪汉的大唐汉族止步于城外 如果这一千府兵是关中府兵 四使考虑的就不是防御而是进攻了 很可惜 这里是百年无战事的南方 凶悍的海盗蜂拥而入的时候 校尉抽出横刀大喊着杀上去 和海盗憨战 直到战死 他都是在孤军奋战 自王宦的座问题 用作词 突到 Mumia